就这特效你们说这个模组强不强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冉 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国际版的免费模组 它就是我们的3D鬼灭之刃模组 小冉的话没有看过鬼灭之刃 只是单纯的来给大家分享模组 为什么要给大家来分享这个鬼灭之刃的模组呢 因为它的特效简直是太棒了 小冉呢是真的很喜欢这款模组 接下来就跟着小冉一起来看看吧 模组里面呢有两把武器和12个技能 每一个技能的特效都是不一样的 并且呢每一个技能都有自己的专属动作效果 你可以把这些技能放在副手来使用 也可以通过向下飞行来进行快速的切换 为了方便技能特效的演示 我们就直接用第二人称吧 后面也有第一人称的特效哦 第一个技能在脚下生成一片漩涡 短暂蓄力之后呢把刀刃向上抬起 刀上和身上都带有水波纹特效 另外呢释放技能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奔跑的 甚至连行走特效也做了出来 上前去直接给它一刀 第二个技能就有一点帅气了 有点像龙刃 是真的可以直接召唤神龙的 上按屏幕进行一个短暂的蓄力 并且的话奔跑的话还有脱尾效果 向前方用力的挥砍出一刀来 并且的话刀身上面还有神龙的特效 我的天哪 这个技能特效也太帅了吧兄弟们 3D特效是在我的世界里面是很少见的 就这特效你们说这个魔术强不强 这个技能呢需要蓄力的久一点 需要在我们的刀刃上面出现了脱尾特效之后呢 才可以进行释放的 下面这个技能呢依然很帅气 是一个很少的技能伴随着水波纹的特效 好然后这个技能就厉害了 360度无死角的技能 也是要通过短暂蓄力之后进行释放 我们呢可以弯下身子 进行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打击 看过这么多模组 这种动作效果的应该是第一个吧 觉得好看的小伴可以扣个好看 接下来这个技能依然很帅气 在我们身边会出现一个下雨的特效 下的这个雨是有伤害的 在这个范围内的敌人都会受到伤害 还有一个突刺的技能 是不是十分的有意思呀 好接下来我们的话来给他演示一下 我们第一人身下的技能特效 这时就要请出我们的特约嘉宾村民大叔了 你看这个突刺还是比较的帅气好吧 直接把刀抬起向前用力的刺去 其实小冉个人感觉这个模组的话 还是有一点拔刀剑的味道的 当然技能的话应该都是鬼灭之刃里面的 只有两把刀就连普攻也是有特效的 来给他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人身下的召唤神龙吧 没想到召唤神龙是有两段伤害的 哇你看一个蓝色的龙直接从屏幕下放飞剧 直接把村民大叔给秒了 你们觉得这个模组怎么样呢 反正的话小冉是非常喜欢这个模组 因为他的特效真的是太棒了 好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是差不多了 很感谢各位的收看吧 那么喜欢小冉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小冉一个免费的关注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大家拜拜